Sony presents 二萬英軍橫越加納比海 攻入哥倫比亞 西班牙軍雖然被困在這個堡壘 但就成功擊退敵軍 這是建築於哥倫比亞海港的巨大要塞 要塞內部只可以讓一個人通過的合集通道 不斷交錯延伸 這裏是美洲大陸裏面 具備最強防禦能力的軍事要塞 之前西班牙帝國為了防衛貿易據點 使用特別的技術來建造這座城堡 這個勞不可破的要塞 就算被敵人攻入 他們都會迷失在裡面 遭遇伏擊身亡 南美洲擁有令人瘋狂的珍貴綠寶石 這集的《世界遺產》 是其中一集的《世界遺產》 卡達克納的海港和耀塞 十六世紀 這裡是西班牙人 將在新大陸賺得的財富 找回祖國的一大巨點 將西班牙帶領至黃金時代的 三個關鍵 在南美發掘到的財寶 封尾歐洲 成為戰爭的導火線 當中以綠寶石最為吸引 在卡達克納 經常有海盜不惜聖命 襲擊城鎮 作為對策 往事招攬專業的技師 耗時二百年 建築這個難以攻陷的要塞城市 繁華的西班牙都市 由眾多貿易商支持 他們交易的商品其中之一 就是黑人奴隸 今集是發生在加納比海 一個繁華海港的故事 今天來到哥倫比亞北部 這個位於加納比海半島上的海港 卡塔克納 在大航海時代 歐洲出現無數船隊 出海探索未知的領域 發現新大陸的西班牙人 以卡塔克納作為溫送物資回國的港口 如果想乘船出大西洋 這裡佔盡地利之宜 這個深入的海灣 也非常適合保護城鎮 對抗外敵 原居民搶奪得來的金銀財寶 可可豆和煙草 這幾種南美的特產 全部都聚集在這裡 卡塔克納的發展 和西班牙的侵略物不可分 這個殖民都市 因為有成長保護 完整地保留了當時的風貌 露台整齊排列在街道的兩旁 以前貿易商就是居住在這裡 這種環境令人聯想起南西班牙 和地中海相似的溫暖氣候 和安達盧西亞式的建築 都和南西班牙如出一切 大教堂聳立在市中心 這座教堂頂部的支柱 是由在加勒比海取得的 珊瑚化石所製成 這座教堂毫不濫色地 用了最高級的建材 用了最高級的建材 這座教堂毫不濫色地 在高處的山丘 看到的這間古老修道院 是卡塔克納繁榮的見證 禮拜堂金光閃閃 祭壇點綴了無數黃金 西班牙人虎視眈眈的 就是埋藏在南美地下的無數礦脈 聖母口觀上的是綠寶石 自古以來 安帝斯山脈 就是盛產綠寶石和黃金 所以原居民 會用華麗的裝飾品 來舉行各種儀式 但是這些裝飾品 很多都被西班牙搶走 人的慾望多次推動 卡塔克納的發展 這裡是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 綠寶石在現在 都依然為國家帶來財富 街角很多可疑的人 他們在衣袋拿出一樣東西 這種情況隨處可見 紙包著的就是綠寶石 綠寶石 眾家人在鑑定價值 這樣在路上進行交易很平常 只要相信自己眼光 就算是遊客 都可以直接購買 哥倫比亞的綠寶石 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 這條街就是全世界綠寶石交易的中心 閃耀綠色光輝的 哥倫比亞綠寶石 被譽為世界第一 這一粒就價值57萬港幣 這條街的綠寶石 豐富的財寶 吸引了不少英國和法國派出的海盜 究竟卡塔克納是怎樣防禦海盜的入侵 首先在城鎮周圍建造這道全程四公里的高聳城牆 然後再在港口建造一座要塞 以建立一個防衛機制 在當時想把船鎮入卡塔克納港口 有兩條路線 其中一邊因為投入大量石頭 已經變成淺灘 這個水中堤壩 成功阻止大型船隻上岸 於是入侵路線剩下一條 這樣戰力更加集中 容易擊沉海盜船 所以港口的防衛能力大大提升 在這條唯一的路線上 就建造了這座城堡迎擊 為了應付四方八面接近的敵人 這座堡壘採用圓形設計 方便馬上進行攻擊 這段時間的小房間 就是士兵待機的地方 他們會輪流監視海上的情況 對岸亦建造了一座要塞 兩座要塞互相配合 防止敵軍入侵 不過這只是第一條防線 這張古老地圖 還指示了另一條防線 萬一海盜船真的進入海灣 並成功登陸 就要靠最強防線 聖飛力刁堡進行防守 這座建築於卡塔克納的要塞 非常堅固 敵人一旦進入 就很難可以安全脫身 因為裡面佈滿了精妙的陷阱 令加勒比海盜 望而生畏的這座堡壘 她的口場向內側傾斜 這樣又再減低被大拋直擊時所受的衝擊 西班牙派遣擁有最先進技術的專家來到這裡 耗時二百年 將卡塔克納改造成一座要塞城市 這裡其實隱藏了很多的陷阱 一進入到去內部 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條隧道 中環交錯 就算海盜入侵這座堡壘 都會迷失在裡面 沒辦法找回逃生的出口 而且途中 很多路看上去還可以走 但原來是死路 而在盡頭等著他們的 就是陷阱 在這些盡頭上 埋伏了數目眾多的士兵 他們等敵人出現 就會用劍或槍進行攻擊 海盜想要攻陷這一座要塞 可以說絕無可能 複雜的迷宮裡面 幾乎一片黑暗 就算士兵躲藏在這些套位裡面 都很少被敵人發現 這裡還有一個出奇不異的陷阱 在通往最上層的這條通道 敵人向上望 都不會看到埋伏在上面的士兵 但在樓梯上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的確 有正面看 這條只是一條沒有人的樓梯 但我們嘗試從上面看回去 聖菲力碉堡在十八世紀正式落城 西班牙僅憑六千名士兵 就擊退了總數兩萬的英國海軍 過雷島為主於非洲西面的公海 卡塔克納港口 和這個島有好心淵源 原來建設要塞的勞動力 就是來自這個島的奴隸 波雷島以前是買賣奴隸的基地 奴隸是難以為忘的負面歷史 黑人會被強制塞進船底 逼得無法動彈 然後就會被陸續賣去新大陸 買出道卡塔克納的奴隸 總數達三十萬 這個堡壘 是奴隸用血汗建築而成 由卡塔克納向內陸走六十公里 就會來到這個奴隸後裔的聚居地 帕倫克 時間回到十七世紀 忍受不住苛刻勞動的奴隸 群起反抗,開始逃入森林 然後他們建立了這個 專屬於黑人的社區 他們與世隔絕 保留了獨特的語言和風俗 所以這個暴落被列入 非物質文化遺產 從我自由的奴隸 用肢體表達他們的喜悅 這隻帽子 是模仿火雞的球外帽 在他們的心中 從未忘記過自己的祖國 非洲 這裡是南美洲最大的要塞 一踏入城門 泛銘時代所建築的街道 就展現在面前 有很多富豪居住在這類大宅 賺得前所未有的財富 這裡面向加勒比海的港口 加達克勒 加達克勒 有人穿著華麗的服飾 在街上漫步 原來他在這裡賣水果 這是在加達克勒宅的芒果 很好吃的 這裡曾經是西班牙的中轉港 有很多貿易商在這裡建造居所 這裡大門用了大量的珊瑚化石 大門上的圓形裝飾 是商人自豪的地方 因為裝飾的數量 是由身份和財力而定的 這棟是十七世紀數一數二的大宅 這裡充滿氣派的大門 可以容納主人乘坐馬車 直接進入中庭 卡塔克勒 在當時是少數容許奴隸交易的港口 每次出海所賺的利益非常龐大 由大門幾乎看不到大屋的盡頭 佔地非常廣闊 一樓有保管貨物的倉庫 和奴隸的居所 大屋的結構和300年前沒有大改變 這裡現在被改裝成酒店 這一間是主人房 這一間是主人房 入口附近的是會客室 用來舉行派對 這個貿易中心 原理地保留著大航海時代的景象 卡塔克勒的海港和耀塞 在1984年被列入為世界遺產 這個是會聚人類慾望的海港城市 卡塔克勒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 都展現出加納比美麗的景象 如果有賣的海港